年上市严重分秒必争 家长心急如焚 骑着机车三贴将他送医 等不及救护车来 只能先自立救济 救护车根本就 根本没有到好不好 事后才到 我们已经到长庚了 他才到有什么用 竹北社区七八案中 十七岁少年受重伤 全身百分之九十一烧烫伤 还在家户病房救治 家属更指控事发当下 苦等不到救护车 消防局长出面解释 当时消防队于八点三十分 接火通报 有民众于气暴当中受伤 救护车随即出发 走最短路线 要往帝王至尊社区 经过县政九路时 却发现正在进行路面 抛出工程 于是又掉头改走光明六路 中华路再往中正东路 最后抵达现场 时间是八点四十一分 大约花了十分钟到达 而救护车抵达三分钟前 少年刚自行前往救医 抵达医院的时间是上午八点四十七分 若以救护车来送 估计也会在相同时间抵达 但由救护车送医 救护人员可把握黄金时间 在车上进行初步消毒爆炸 给予患者及时救治 气爆后第五天 少年还在交互病房抢救 虽然目前生命真相稳定 但仍有并发症与感染风险 后续需多次轻创及直皮 是一段漫长且艰辛的路程 少年的妈妈是在医院担任 外科病房护理长 平常工作认真 尽心负责 现在儿子还在医院治疗 也希望能尽全力 帮助他渡过难关 华氏新闻 庄明仙 杨文章 蔡志明 新竹报道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